欢迎收看长青台1月19号的新闻快讯 首先来关心国内新闻 民主行动党沙登区国会议员张念群 位于嘉乙西米山支部会所 今早被不明人士已放置死机和警告字条进行恐吓 不过知识者的造案过程都被会所隔壁装置的 闭路电视全程摄录下来 相信有助警方展开调查 民主行动党沙登区国会议员张念群指出 其党员在今早8点多接获通知 只会所被人放置了血淋淋的死机 另外门口的办公室也被贴上一张恐吓字条 字条以写红的大字写着 记住这是一项提醒张念群盛战军起 张念群今天上午也在党员的陪同下 向嘉莹警区投报 群集今后是否会加强人身保护 张念群说受到恐吓他必然会更小心 但不会影响日常工作 也会履行国会议员职责 针对恐吓原因他不愿置评 只表示一切交由警方调查 另一方面 嘉莹警区代主任阿兹曼警监授寻师表示 警方已经展开调查 根据壁路电视画面显示 放置死机以及恐吓字条的资识者 相信是两名20多岁的男子 而且干案过程不超过5分钟 据壁路电视的画面显示 两名支持者分别身穿短裤和长裤 其中一人还戴着鸭舌帽 两人手脚利落 各司其职 一人负责挂上死机 另一人则贴上字条 这也是民主行动党在过去两年内 第三位接获死亡恐吓的国会议员 另外雪州大臣丹斯里卡利 今天在主持行政议会会议后 也谴责恐吓者的行为不负责任 他说这种行为根本无助于解决人民面对的问题 第四位于牧递 请称帖